好,來到這條影片,說回我們的工作室要做的那件事 剛才簡單介紹了Edit Poly的這個工具 用它裡面的點線面去Edit它 其實我可以做到一個鹽瓶或胡椒瓶 還有想來做一件套司,多士 一個瓶在這裡,我會示範一下 我會做其中一個瓶,鹽瓶 胡椒瓶,高深一點,多少個孔你自己設計 一個孔都可以,或者不同樣的,你自己喜歡 或者是毛蕉蕉蕉蕉蕉的,你自己喜歡 不過我想你用Edit Poly 另外就是一件套司 套司當然不是一塊正方板就算了 有一個圖片給你們看 你不一定要跟它一樣樣的 不過我也是網絡找的 你參考一下它的線條的分佈 想一下為什麼它要這麼分佈 為什麼它這裡要兩層線 剛才沒有說的這件事 剛才那條影片沒有說的 因為我們會用一個Modifier 之前沒有介紹過 我會在最後一個嚴峻的步驟 我會說的 為什麼它要兩層線 你看到包邊的位置是雙倍 很近的線 它有芝士,穿了洞 這個無所謂 你喜歡加芝士加火腿 你只想 我之後會教貼圖 我會講怎樣上色 不過起碼你有一塊多屎樣 它的樣子也挺像的 上面那張跟下面有一點點不同 上面還沒有做Smooth 下面是做了Smooth 圓滑化了 所以你看到下面的碟也比較漂亮 我回到我們的瓶 那我做起的這個搬走 先做個新的瓶 跟大家一起示範一下 大概這個高度 這樣吧 這樣吧 我畫面很多東西 我不想搞到其他做起的東西 所以我在上面按右鍵 選擇Isolate Selection 那我就只看回它一個 其他視窗也是 那你任何時候做完 在上面按右鍵 選擇N Isolate 那它就還原了 那我先把它留下 好 那看看我怎樣做 那我多兩條線 那你做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樣的 你的線條的分布也可以跟我一樣的 那樣子 那樣子像是一個鹽瓶或者胡椒瓶就可以了 那我選擇Edit Poly 那選擇Vertex OK 那我按著Ctrl鍵 選擇四個角落 放大縮小工具 縮小一點點 那你就發覺其實它變成一個圓柱體 那用這種方法變成圓柱體 但是呢就小心點了 我會做HFACE看看 看不看這條線啊 這條 這條本來是正方形 所以其實它的圓柱體 圓柱體的圓柱體也沒那麼漂亮 那我先把全部的圓柱體拆掉 那我拔起所有號碼 大家拔起同一個號碼給它 OK 好 我要用手機 對了 那如果我一再零 你就會看到它是 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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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少圓柱的 那怎麼看幾個圓柱呢 一個這個正方形的面子 叫做一個圓柱 對 一個這些面子叫做一個圓柱 圓柱越多呢 你的手機運作 工作的時候就會越辛苦 對了 Polygon越少越快 那特別做遊戲 我們要注意Polygon卡 那如果你按你的 鍵盤 等一下 先看一下 看它出來 鍵盤索卡不行 看一下 顯示出來我們先看 嗯 嗯 嗯 唉 我要暈暈了 它收在哪裡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 鍵盤索卡 鍵盤索卡 噢噢噢 噢噢 噢噢 如果你有任何鍵盤 記得關掉它 對 按鍵盤的 7號鍵 即是 英文字母Y 上面的 7號鍵 那其實你會看到 左上角出現了那些東西 那這個 Total的Polygon卡 整個畫面 連著我的杯杯匙巾 那如果我想 特地看這東西的 Polygon卡 其實你就可以來這裡 這個 這個 士巴勒 那有一個叫Polygon卡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在MORE找它出來 對了 選了你想要的工具 我那個叫Polygon卡 按OK就可以了 那它會在這裡多了你的選項 那你會看到我現在這個 是100個Polygon 對了 Triangle 100個 如果正方形呢 54個 OK 一個正方形就是兩個Triangle 那讓你知道 有這些Information 你可以看到的 那我繼續做我的瓶 好 那譬如 去一個Edge這裡 那譬如這裡 一條線 我不夠用 那我 我 參加 OK 那 我選了這一堆面 我想它縮進去 sorry 選Polygon先選面 選完這堆面 那我就選Polygon 給它一個負數 那記得選對的Normal 那我現在是 Local Normal 對了 突出來 或者Lap進去 那我又想Lap進去 那還有縮小一點 那另外一個 鹽瓶的底 好 搬進去 也對 那這次這個呢 我就想它有少許突出來 那時候我就給 正數 好 好 那大概 那大概 那個瓶的樣子做好了 那我們那個瓶頂 那 那個瓶頂 我想中間有一個洞 我不夠線 所以我就選 H 在Top View 試試看這些線 噴噴角 由頭到尾全部選 不要漏的 如果你漏了的話 你那個環狀的噴噴角 就會穿漏了 你的線 就斷了 OK 那我就選 Connect OK 打橫的也是 那你又是檢查一下它 自己有沒有漏了 有沒有全部都選 然後 Connect 我選擇 Vertex 其實Vertex 其實Vertex 都可以 Trumfer 都可以複製的 那我就選了這顆點 叫它 Trumfer 其實它就幫我開了一個洞 OK 開完那個洞之後呢 我就覺得那個洞不夠遠 所以我就選擇 H 選擇 Cut 按著磁石仔工具 就由角落頭這裡 就Cut 進去 OK 那等它多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 做到圓些 那怕每條線Cut 按右鍵結束 所以我這裡總共是1 2 3 4 5 6條線來的 是你按Mouse 右鍵結束你的Cut 那我就選擇Vertex 關掉磁石工具 OK 那就選擇Ctrl 這幾個點選擇 放大縮小工具 選擇Polygon 選擇這個洞洞 Extrude 放一個負數 讓它進去 好 來到這裡呢 如果我關掉一個Edge Face 那這個洞已經大致上做完了 差一個 Polygon 咦?剛才改過一次 好我們再撿一下 3號的 全部都是3號的 這個也是 全部都是3號的 全部都是3號的 這個 底下 這堆 MN號碼 沒所謂的 喝你 例如這堆全部都是2號的 OK 它 不重疊 不重疊 就行的 你喜歡的 可以清理 32號碼 都可以 這樣 它就會分開處理 它們 這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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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K 那些號碼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也叫32號碼 只要它就連著就可以了 OK 那你看到那張造器座了 沒有Polygon版的 好 很少Polygon的 這個加加起來 300個TRI 就是177個正方形 那我想它更漂亮 那你可以在 Modify這裡 給它一個 叫Turbo Smooth 它就自動幫它弄完 但是圓的很肉酸 整個水泡餅 有些線不夠 它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暫時關掉它的眼 那它的原則是在哪 這些位置呢 你看到它糊塗得很厲害 是因為線太少 所以我遇到這些角落頭的位置 穿H Face 這些 這個 這個 我多加一條 給它 那我就 將它一開二 OK 一開二 然後穿Turbo Smooth 看不看到這個位置 漂亮很多 我保留個角形 所以遇到這些轉角位 這些也是轉角位 那我先關掉它的眼睛 Double Kick Double Kick Double Kick 顏重一點 我穿H Face 容易看 Double Kick Double Kick Double Kick Ctrl鍵 那我把這些線 全部都Double去參加 OK 那這條也是 按底的這條也是 對 我們先來把帳光 那我把Parrant押了 先選擇 好 對 按 OK 做完之後 再調整個Turbo Smooth 你會見到整個炎瓶的形狀 就結束了 另外就是一個洞 閉上去看看洞 再穿上頂面 Double Kick洞 也對啦 暢化了這組線 如果你覺得Type of Smooth 一定不夠橫 你還想它再橫 可以加多一點 不過你越多 你穿上Edge Face 其實它有很多線 對啦 就有很多Polygon 你自己覺得夠了 但是這個炎瓶 你未必會這麼近看它 OK 那我再檢查Polygon Type of Smooth 因為你即使剪掉 即是你設定好Smoving Group 再剪掉 你有沒有看到它又還原 所以你只要剪掉之後 才做這堆東西 對啦 先剪掉 剪掉之後再剪掉 如果你剪掉之後 再剪掉一次 這次呢 它就 又要重新再剪掉 OK 大概這樣吧 如果你用了Turbo Smooth 其實它都會自動幫你做Smooth的啦 那你做不做剛才那個 即這個 這個 這個你做不做的問題都不是很大的 不過如果你做Low Polygon 即如果你會放入遊戲的那些用 因為它要Realtime做Calculation 通常我們很少用Turbo Smooth 那你就要慢慢設定好這些做Number 好 那譬如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屋樽了 那我滿頁 那我就右鍵了 我現在結束了我的Isolation OK 那我現在有兩個 一個比較肥 一個比較肥 一個沒有太肥 一個裝鹽 一個裝胡椒 OK 那如果你想多點洞 就多點洞 好 好 接著嘗試一下自己跟著影片做啦 嘗試一下自己跟著影片做啦 好 好